我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價值選擇的自由 就好像我也沒有辦法理解林昌佐 他為什麼選擇參加民主進步黨 一個在過去那麼多的運動 所開出來的承諾跳票的政黨 如果要講318運動的話 那請問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現在在哪裡 如果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話 請問反媒體壟斷專法在哪裡 如果談野草莓運動的話 請問集會遊行保障法在哪裡 那針對林昌佐委員他個人的言論 我只能說我表示尊重 不理解你為什麼加入民進黨 那我也不理解啊 謝謝 是很久沒聯絡了 當然啦 哈哈 好 OK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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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請幫我們講一下 昨天是不是在直播的時候 有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補完 那這個成果是不是還蠻舒服的意料 大家能夠接 首先啦 非常感謝喔 昨天晚上 一起響應 五百計畫 所有的網友 那加入台灣民眾黨之後 我真的看到了台灣民眾黨是一個缺錢又缺資源的政黨 那身為不分區候選人的其中一員 在全國衝刺政黨票是我本來就應該有的責任 那與此同時 那我也希望能夠幫柯文哲主席衝高他的總統選票 那所以呢我們有計畫 要繼續的在街口 在廟口 以及在全國的各個地點 來進行巡迴 帶票的一個活動 那因為這樣子的活動 那需要一些資源 那所以昨天晚上 我在我的直播的時候 就開始了所謂的五百計畫 那號召所有的網友 那一個人捐五百塊 那希望有一萬個人可以響應 那昨天晚上的結果真的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達標了 那後來也導致了因為後台的系統 好像已經超過了他們能夠負載的能量 所以昨天整個系統就當掉了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是透過這樣子的小額捐款 擊殺成塔 它所展現的是我們揮別過去的精權政治 市民真的可以站出來發出我們的力量 團結在一起改變台灣的政治 一般想問 看最近民眾黨的選情 正式登記參選區 會不會幾個民調都顯示了 這個柯英霈是下滑 或者民眾卻是網上 我覺得民調 在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起起伏伏 當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參考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在接下來的選戰當中 除了民調的數字以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 要重視的是 每一個總統的參選人 他們所提出來的政見 他們對於國家重要政策的規劃 以及未來的國家願景 當然更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這七年多執政的表現 人民到底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也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檢驗指標 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林昌昨天有講到說 身為前戰友他不能理解 為什麼你要加入民眾黨 因為他對於重啟活力是滿在意的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政治價值選擇的自由 就好像我也沒有辦法理解林昌昨 他為什麼選擇參加民主進步黨 一個在過去那麼多的運動 所開出來的承諾跳票的政黨 如果要講318運動的話 那請問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現在在哪裡 如果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話 請問反媒體壟斷專法在哪裡 如果談野草莓運動的話 請問集會有行保障法在哪裡 那針對林昌昨委員他個人的言論 我只能說我表示尊重 那我問一下怎麼看這個邱賢志也點名說 這個蔡春仇的弟弟過去前面 涉及這個職棒的簽託 那你認為他現在還是任這個民眾黨的文書 蔡春仇的弟弟喔 是不是有涉及職棒的簽託這件事情 我覺得恐怕要從刑事的判決來做認定 那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相關的判決 或者是相關法院的文書 有做這樣子的記載 不過老實講我跟蔡春仇 跟蔡春仇的弟弟都不熟 也不認識 那反倒是蔡英文主席 好像跟蔡春仇的弟弟還比較熟識一點 兩個人還曾經同場造勢過 那小位再問一下文書 四年前曾經跟那個吳欣明下辯論政經 那現在為什麼要再辯論 現在喔 過去四年我們是不分區政黨票 彼此競爭的關係 那在這個競爭的關係之下 針對公共政策進行辯論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自然 也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未來吳委員他擔任副總統候選人這樣一個職務 他過去長期的在慈善 在銀髮族 在偏鄉的學子 他所投入的努力 那特別是今年7月的時候 在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 為台灣發聲 為台灣發言的表現 都令人印象深刻 我非常期待 接下來能夠跟吳欣明委員並肩作戰 在民眾黨內好像有一股聲音 你覺得說你跟黃珊珊是這次的主戰 那你應該這邊是藍白河獲取的一個決定 真的太乾的氣我了啦 我才剛剛加入台灣民眾黨 那針對藍白河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事實上都尊重柯主席的決定 我有跟柯主席講過 只要我們彼此的目標是一致不變的話 不管他的決定怎麼樣 我會陪他走下去 請問小溫說怎麼看這個陳孟秀 說你在2019年的時候曾經說過 如果小丁找你當法務部長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還說說簡直不像黃黃昌 那個法務部長位置揍的 沒有啦 對於過去的這些戰友 他們對於過去片面的一些發言 他們個人的解讀 我都表示尊重 我說過曾經在一起努力過的回憶 我都非常的珍惜 那既然選擇了政治的道路 我不會口出惡言 這是我向來的原則 那想怎麼看最近民眾黨的退黨 是接連有的退共嗎 不會耶 依照我得到的資訊 11月的時候吧 應該增加了黨員有破千人喔 不過具體的數字 你們可能還是要問一下他們中央黨部 蔡君仇的弟弟喔 是不是有涉及職棒的簽署這些事情 我覺得恐怕要從行事的判決來做 那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 相關的判決 或者是相關法院的委屬 有進黨 不過老實講 我跟蔡君仇 跟蔡君仇的弟弟 都不熟 不理解你為什麼加入民進黨 那我也不理解啊 謝謝 現在也很久沒聯絡了 當然啦 哈哈哈 好 OK 謝謝喔